各位上师,各位同修,大家午安 今天是彩虹山庄佛学总说 第六天的开示跟说法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七菩提分跟八正道 其实这个八正道 在我讲这个马哈波越波罗蜜多心经的时候 讲到这个疾苦道灭 这个道字的时候 假如你们仔细的听的话 你们就明白那个道字 讲的就是八正道 那么马哈波越波罗蜜多心经 已经在上上个礼拜全部讲完 讲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吧 大概讲了差不多一年多 那将来呢 你们仔细去体会这个八正道的时候 可以看这个我讲的这个马哈波越波罗蜜多心经 里面讲的就是八正道 那今天我们先讲这个七菩提分 什么是七菩提分呢 也就是七种觉 我们称为节之啊 我们称为节之啊 节之也就是说一个柱子一样的 节就是一种领会 领会的一个支持你的这个支柱 叫节之 那么在佛法里面的这个七菩提分 就是讲的是这个你领会到的这一种很大的七种这个智慧 其实七菩提分在哪里有 在阿弥陀金里面就有 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还是在做这个七菩提分的工作 那边的这个 这个七宝行术啊 那个周围的这个这些宝术 这个骑人平骑的这些鸟 共命之鸟 他们让你啊 能够去体会这个七菩提分 七菩提分是什么呢 它包含着第一个是 折法节之 折法节之啊 就是说 你去选择 法的这一种领会 一个是精进节之 精进在六度里面我们就谈过了 一个是喜节之 喜节之 一个是念节之 一个是清安节之 那么定节之 我们也讲过了定节之 那么第七个是舍节之 慈悲喜舍的这个舍字 舍节之 但是这个舍 跟舍掉所有的这个生命啊 去做慈悲喜舍 这个舍字 稍微有点不同 那今天这个最重要讲的 应该是属于这个 折法 折法节之 应该是最重要的 折法节之就是说 你在学佛法当中啊 你不是说所有的佛法 你全部通通都去学 我们晓得这个佛邪如同汉海 你没有办法全部通通都去学 这个你一生的生命啊 全部投入 你也没有办法去 把这个佛邪 全部通通都协会 那你要折法 就是选择佛法 所以由于有这个折法 节之啊 所以在佛法里面 就分成很多宗 那么很多派 这个就是因为佛法太多了 那么有那些法师啊 他选择了一本经典 认为这一本经典很好 他自己写有心得 他就从这一本经里面 创出一个宗派出来 这就演变成为十个宗派 十宗 最常见的十宗啊 他都有他的强调的一个 强调的一个方向 那么十宗啊 是讲这个祭舍宗 第一个是祭舍宗 祭舍宗是讲无我的 他里面的这个大义 是谈论到这个无我的 那么第二个宗派呢 他就是讲诚实宗 就依照诚实论啊 祭舍论 成实论成为的宗派 叫诚实宗 诚实宗是讲我法 都是空的 这当中啊 也有很多的这个宗派 他所 所持的理论呢 是相辈的 那么诚实宗特别强调 没有宗音 没有灵魂 这两个宗派他就是 就很矛盾了 一个讲有灵魂 一个讲没有灵魂 有的讲有的有 有的没有 叫大家如何去 这个认同 哪一个宗派 他是对的 那么大乘宗的意思啊 他是这样子讲 他是讲这个大善的人啊 你修持成就的人啊 根本不要经过宗音 不必宗音成佛 你直接就可以成佛 那么就没有宗音嘛 没有灵魂了 像我来讲起来啊 这个有一天啊 我就这个严吉了 那么严吉了以后呢 直接就化为宏光 就成佛了 没有经过灵魂的 这一道所信 那么大乘宗的意思就讲 这个就是没有灵魂 那么有些大恶的 也没有灵魂 他也不经过宗音 他做的业障很重了 那么一下子啊 他这个一死啊 就是整个人没有经过灵魂的 这一道所信 直接就变成恶鬼 按照他讲法就是说 那么就没有经过 这个阴行的这种现象 这是大乘宗的这种理念 三个宗派的这个理念都不同了 所以这个要你们自己本身去议会 去选择 那么有记舍宗 成识宗 也有禅宗 那么禅宗是讲什么呢 讲见性成佛 你看到自己本性 你就成佛了 其他的不讲 完全就是你见到自己的佛性 那么你就成佛了 只是在修这个见性的功夫 那天台宗呢 就讲一心三观 什么是三观 空观 假观 中观 就是三观 天台宗是讲一心三观的 华言宗 是讲这个十贤六项 华言宗 十种贤六项 十贤六项 这个项啊 是法项的项 十贤 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 再跟大家谈一谈 每一个宗派的这个修持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去选择 这个法项宗 另外还有法项宗 法项宗是讲 万法为事 那么法项宗呢 就是讲为事的 也等于是为事宗了 再来呢 净土宗 净土宗 是现在是最流行的 因为是可以讲 是最方便的 那么就讲念佛 一心不乱念佛 那么你念佛念到看到佛了 也一样见性 也一样可以成佛 这个是讲念佛的 所以净土宗是专门讲念佛 另外立宗 立宗就是讲戒力的 以这个四分立 为主的一个宗派 讲先守戒 然后再得到定 那么定了以后得到智慧 在这个禅定功身的时候 他也就这个成佛了 那么立宗是专门讲戒 还有三论宗 三论宗就是讲 有三种论 一个是宗论 百论 十二门论 这三个论 这个合起来了 这就叫三论宗 那么三论宗是讲空性 讲空的 完全是讲这个自性本空的 刚才我们讲这个净土宗 净土宗有三经一论 三本经就是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跟阿弥陀经 跟往生论 依照这三经一论 他演变成为这个净土宗 那么还有就是密宗 然后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密宗 密宗是以这个金刚顶经 跟大日经为主的 那么他是外修呢 就是身口意 清净 那么内修呢 就是气脉明点 那么三密合一 见信成佛 这个是密宗 这个就是 讲起来就是十个宗啦 那么你就是要选择啦 有十个宗派 看看你怎么选 有十家店 这边一排都是在卖面的 有十家店 每一家都说自己的好 没有一家说自己不好的 我还没有看过有一家说自己不好的 每一家都是说 价廉物美 好 这个货真价实 这个价钱公道 你去吗 看看有些人是碰印去的 就看看哪一家 十家面店开在这里 哪一家都可以保 看你跟哪一家有缘 你就找哪一家 学佛是分很多的 很多宗派的 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宗派是第一的 像在这个灵严经里面 这个二十五位这个菩萨 释迦牟尼佛问你们怎么样子修啊 他用的方法 他用火去修 得火光三昧 他用水 用水观法去修 得水观三昧 他观世音菩萨最后讲 他这个耳根言通 这个现在就有人用这个听这个内在音啊 看内在光的方法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灵严经里面的 这个耳根言通法 很多方法的 其实佛陀在的时候啊 他只教我们 最多的就是火光三昧 世圣地法 阿罗汉 世果阿罗汉就是火光三昧 那么其他的很多的这个 这些大菩萨 他们本身去修正 去修的这些方法都可以成佛 你们看你 看大家 你们愿意找哪一家 你们就去找哪一家好 自己最有缘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邪佛的这个根本 那么这个就是责法节制 你要去选择啊 今天你们选择哪一家呢 今天你们选择哪一家呢 你们选择对啦 这个就是责法节制 你们要选择这个佛邪佛法 一定要用你的眼光去看 去选择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 这个绑一条带子 眼睛绑一条带子 我们讲的这个现在这个病人看起来就跟这个熊猫一样 大陆上的熊猫一样 两个眼睛都黑了 绑一条带子 轻轰侠还是什么侠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是乱闯 乱闯 梦到哪一家就进去哪一家 这就是你的自己的命运 这个命运不一定是好的 因为你是盲目的去选择 所谓责法节制是你自己啊 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去选责法 这个叫是责法的这个领悟 你们皈依师父也是一样的 你要用你们的眼睛去看 用智慧去判断 这个才是责法节制嘛 或者你选择什么乱闯就是了嘛 你闯到一家黑店 你就变成人弱包子 你知道吗 那个随福传里面 那个卖的是什么啊 人弱包子 你闯到黑店了吗 被窄了吗 被窄了 你不晓得那个是一个黑店 你随便进去 你想要吃什么东西 它包出来是人弱包子 然后呢 看你这个长的这个 这个肥肥的 这个白白润润的 这个油脂很多的 刚好他也切这个材料 你就被窄了 所以佛法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黑店的 大家注意一下子 不要上了这个 上了截传 走进黑店 你以为你能够吃一顿饱的 你变成别人吃你一顿饱 这个是 这个就是哲法皆知 为什么选择正活中呢 正活中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 一定要讲出来 你们都会选择正活中哦 你们脑筋很好 我讲了 你们脑筋很好 你们的智慧是无上 它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 你要讲出来啊 是这个汤头好 是它的材料是蒸 不是夏威精啊 夏威精我现在很怕 这个汤头好材料要蒸 去炼过的 它那个汤啊 是用这个什么骨啊 去炼 是老火汤 去慢慢去炖 炖好几个小时 炖三天三夜炖出来的东西 这个汤头才会好 他还用这个三针海味的东西啊 对不对 还有颜色呢 上面还放一点这个葱啊 蒜啊 还有加一点红色的那个 塔姑旺 让你看起来这个色 颜色也好 那味道又香 又可口 又吃的 让你这个半饱半饿了 还想吃 他不会让你一下子 夹丑吧 粗饱了 一下子饱了 你就不再来了 让你这个吃半碗的 然后你再来买 这样子再给你 他都有他的这个色香味 通通通俱全的 这是他殊胜的地方 我们今天讲 生活中殊胜啊 第一个 根本上是殊胜嘛 这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哦 我现在变成金身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 其实也是事实 你现在去问所有的法师啊 很多的这个外面的这些上师啊 密教的佛佛啊 你问他 你到过西方极乐世界没有 你去过没有 那些法师 你去过西方极乐世界吗 他们都不敢讲有的 很少人讲说 他去过西方极乐世界的 有大概很少 他们没有去过 只是根据阿弥陀经里面 所描述的 他可以想象得出 西方极乐世界是那个样子 这一条路他还没有走 有 有很多法师去过啦 有啊 但是没有回来 啊 啊 去就尿尿起了 啊 他们就回不来了 对不对 他不能讲啊 他讲不出来 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有几个地名 有什么车在跑 啊 对不对 有多少人在那里 那个佛国有多大 他讲不出来 要去了 回来的上师 这个能够讲啊 这条修行的路啊 你已经走过了 你实际上你走过 你今天回来再带人去走 不会迷路 这很简单的嘛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去过 去过的地方 你知道怎么走 那么那个城市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 今天你不知道 你只是看着光光指南 哦 我看光光指南 怎么走怎么走 哦 会到 我知道了 哦 那里有什么东西啊 哦 有什么建筑物啊 有什么雕塑啊 有什么博物馆 有什么 你都是看光光指南 这个是差一级 所以呢 真佛中的这个根本上师是一级棒 其他的法师也不错 不过其他的法师是泥嘛 他是根据这个释迦摩尼佛 佛陀讲的 佛陀讲 在阿弥陀经里面 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样子 莲花就大如车轮 大如车轮 你就要用脑筋了 佛陀时代的 他讲的这个车轮 是什么车轮啊 不是那个基普车的车轮 是什么车轮啊 是什么车轮 你要想一想 阿弥陀经是这样子讲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外面的这些法师 在讲大如车轮 好 基普车的车轮 牛车的车轮 马车的车轮 都是车轮啊 到底有多大 这个要去了 看过回来才能讲的 这个莲花里面 坐了多少人 能够坐多少人 有的人讲 我知道了 一个人 大家看到 那个三宝佛 每个一个人 都坐一个莲花吗 一定是一个人啊 不对 有坐一个人的 也有坐十几个人的 所以这一点 那些那个外面的法师 他就讲不出来 我问他 莲花坐几个人 一朵莲花坐几个人 他一下子 我没有看过 他当然答不出来了 这根本上是气过了 这个就是殊胜 我们都是这样子 实际上 去修 去正念 去证明出来 到底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情形 你一目了然 你这一种肢结啊 不是从书本上来的 外面的法师 完全是从书本上来的 他自己本人没有气过 所以他们没有正宴 这个就是 根本上师的书胜 这个真活宗派的书胜 第一个书胜 这个第二个书胜 也可以讲是密教的书胜 就灌顶书胜 别的宗派他没有什么叫做灌顶的 现在有的法师也开始灌顶 也开始灌顶 大家知道我常常讲都他也弄个这个干露水啊 这个洒一洒啊 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啊 他的水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是很方便 就到那个 哪一个那个去自来水那边 装一下就有了吗 你们回去啊 给你的儿子灌顶 给你的孙子灌顶 你们就用那个自来水 用一个东西这样撒一下 撒撒撒 其实方便一点的话 我就讲过了 买一只水枪 买一只水枪比较长啊 装的水多一点的那一种啊 来一个噴一个灌顶 灌顶不是这样子啊 那个要观想智慧本尊啊 进到这个灌顶盘里面来 佛在西空柱 把西空的智慧本尊 请到这个瓶子里面的水中间 再把智慧本尊 另外一个智慧本尊 观想在自己的 坐在自己的顶上 再进到你自己的心中 你在自己变化 那么以这个本尊的这个法水给人家灌顶 这样才合一密教的灌顶 其实密教的灌顶 一般外面看起来看起来很简单的 这个水就洒 那么这个 这个险教法师他一看 哎呀好啊 这个比我们练三规一好得多 他也来一下 洒 那个不是洒净 灌顶不是洒净 不是的 要观想要持咒 要跟智慧本尊合一 一起做了才合一密教的仪轨 这个也要你自己要给人家灌顶 你自己要先受灌顶 这个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告诉大家 你今天要给人家灌顶 上师要给人家灌顶 你要灌顶这个法以前 要先接受根本上师给你灌顶 你得到这个灌顶以后 才可以跟别人灌顶 我们很简单的讲啊 那个法师根本没有密教的传承 他不过是有空的时候念念咒 没有人给他灌过顶的 他就是本来他就是写险的东西吗 他没有写过密吗 他又没有密教的根本上师 他给人家灌顶 这个就是错误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那个灌顶 不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给人家灌顶 所以传承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传一个再传一个 这个叫做传承法流 他是有来源的 而不是说我突然间冒出来说 我给你灌这个顶 但是我从来没有给 哪一个上师灌过这个顶 我就给你灌这个顶 这是错误的 这个灌顶啊 以前讲过密教里面 一给你灌顶 你就是法王子 一辈你就是一辈佛 你就是将来你要成佛啦 先给你灌顶 就表示你现在是五佛的法王子 这个就是果味的荒变 果味的灌顶殊胜的地方 这个有人啊 去问这个百战禅师 百战 他问说 佛是什么 这个百战怎么回答 有没有人读过这个公案 佛是什么 就是有人去问百战 佛是什么 百战就回答 他答得很好 他说 最计划是开悟的 他马上回答 你是什么 他问他 佛是什么 他访问他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就是佛 你还问我 我要问你呢 对不对 你问我佛是什么 我问说你是什么 那以前有弟子问我 师尊啊 你是不是佛 我说你才是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会让你想不出来 密教就是直接了当的 我给你灌顶 你就是佛了 这个你虽然现在不是佛 你是后补佛 我们以前去考试考大学 考上没有 上 也是没上 怎么回事 考上就考上 没上就没上 哪有上也是没上 问他再 跟他 再问清楚一点 他说 备取的 准备录取 备取 反正有人没有去 他就低声 他就变成正取的 所以你们这些是备取 现在是备取的 你们是什么佛 备取佛 备取的就厚佛了 厚佛的 一给你灌顶 你就是厚佛 这个灌顶 殊胜 有他的奥妙在里面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密教 一给你灌顶 你就是厚佛佛 你不能小看自己 你将来当得成佛 这个一般的法师 他这个净土未现 他的净土 他没有出现 他们不晓得 将来要到哪里去 他们只是说 我念佛 就是要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那么这个 将来就是 一定往生西方 那么我们这个 宗派里面 我们准备好的 你们的房间 你们的宫殿 都帮你造好的 对不对 甚至你们的侍者 都在天上界等你们 这是我们 这个马哈双年祠 大双年祠的净土 已经出现 跟你讲这个净土 都帮你们准备好了 天上界的宫殿 通通多圆满 都建好了 就等你们去 waiting for you 这个就是我们的净土 我说净土已经现了 根本上是 不好的净土 在西方极乐世界 长极光土 的马哈双年祠 你们将来 生活中的地址 都可以到那个地方 一切都是现成的 马上就有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 其实现在的法师 他讲说 哎呀你们去啊 你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 我去那里找谁 对不对 你没有一个目标嘛 他说找阿弥陀佛 是有阿弥陀佛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没有错啊 但是你要认识人 你们今天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净土在哪里呢 在长极光土的 马哈双年祠 这个阿弥陀佛 马上给你分配 好 你可以现在马上就去 他知道你是 生活中的弟子 你讲不出是 马哈双年祠的 他说你是哪一个中的啊 还要问很多的 还要问很多 还复口调查 你修什么修什么 跟你讲 讲了半天 你还达不出一个手语然 算了算了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边地去等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 生活中的净土 是出现的 是现净土的境界 这个就是净土的殊胜 我们的密法 我们中派的这个密法 我讲过的 生活密法 你们去找 没有了 已经是没有了 在这个世界上的佛法 你要是找是相同的 生活密法 你说哎呀 有一个法师啊 他讲也是讲我们的 生活密法 他跟我们讲的 都跟跟我们师尊讲的 通通一模一样的 我说哎 奇怪哪里有这个法师呢 我去找他看看 结果查出来原来 他是我们的徒孙 什么是徒孙呢 就是我们的徒弟啊 把我们的这个 生活密法的录影带 拿去给他看 他偷偷在房间里面写 写得好认真 他以后出去说法 也讲我们的 生活密法 那这个法师 不是我们的徒孙是什么 他现在也比这个 比说法硬了呀 他现在也比这个 说法硬 他说哎呀 我要比这个 锁硬 这个锁硬太好了 我一看哎呀 怎么搞的 出来那么多徒孙啊 真的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 法师都在偷偷的 写生活密法 因为现在的法师 在说法 都是看经典 不是看小超 不是看小超 他是完全是经典拿出来 然后看 然后看啊 就按照这个经典去 这个字去解释 去解释 一解再解 再讲 这个有一天啊 你把他的这个 这个那一本 那个注解那一本啊 好像是说你们这边 有一天啊 这个师尊来说法 你们知道这个师尊的 这个小超是放在口袋里面 当他不注意的时候 你这个用三只手 就给他这样拿起来 假装不知道 师尊一上来一摸 哇 我会假装说 今天这样子好了 这个让你们窒息 窒息 大家窒息 我突然间觉得身体不舒服 要回到这个老师的这个休息室 你们所有同学啊 窒息啊 这个把那个功课拿起来 前复习昨天的 这个没有交过了 你们也看一看 以后再发问 我走了 我们就走了 从这个门就出去了 告诉你 那个法师在说法 他那一本宝贝啊 这个这个宝贝的那一本布子 那一本布子 你们注意一下 在他还没有拿出来以前 你就给他摸走 他一上华座 这个包子打开 哎呀 找不到啊 差马了 讲不出来 他没有办法讲了 他一下子啊 这个脸就发青 没有那个老生常谈的那一本布子 他那个宝贝已经讲了四十几年了 没有那一本宝贝 他就讲不出来 他没有经验嘛 他没有实际上去体会佛法 他靠的是书本 所以你一把他摸走 他就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以前啊 我不好意思讲 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这个 在大学部 测量学校大学部里面有一个物理 物理 物理教授 他也是宏贾大学的教授 他那本布子呢 已经可以讲 那个布子拿起来 上面都有油条的味 油条 很油热 他可能是早餐在吃饭的时候啊 吃油条 烧饼 豆浆的时候啊 这个第一的满本书 通通都是油涨 我们有一次把他那本摸走 他都从此 那个一个礼拜啊 都没有来 都没有来授课 我们通通都窒息 所谓窒息就是玩 最后呢 我们也是很看他 也是很可怜 到最后再把那本本子 再送还给他 那时候我当系长 我是大地系的系长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清楚 我们宗派啊 是有所谓的上师殊胜 有灌顶殊胜 有果味殊胜 净土光明殊胜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的生活秘法 切实殊胜 这个写佛 你要写到他的巧妙 他的微妙的地方 佛写是有微妙的地方 不是全部都写 全部都写你写不会的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微妙的地方 专一去修行 深入精壮 到里面 不只是广 我们小的学佛有广 广就是多学 学得深 得到他的巧妙之处 你就成就 讲这个也等于讲到精进 以前我们携枪 我在军中的时候 我携枪的 这个M1半自动步枪 我学过水冷式的冲锋枪 学过的 卡冰枪 冲锋枪 还有那个机枪 轻机枪 重机枪 破极炮 我是有神枪锁之称 有神枪锁之称 其实斜这个东西 就是精进 你能够精进 能够很仔细的 取得他微妙的地方 你就胜了 像以前有人去斜剑 古人 他是斜弓箭 他说你来我 我这里斜 我教你一个方法 回去以后 你掉一个 用那个 去抓一只蜘蛛 然后掉在你这窗子那里 抓一只蜘蛛 小蜘蛛 很小的 最小的蜘蛛 掉在你窗子那里 每天去看那个蜘蛛 他说要看多久 他问师父要看 他说你看三年 看那只蜘蛛看三年 斜弓箭怎么搞的 说叫他去看那个蜘蛛看三年 他真的 他就很精进的去看那个蜘蛛看三年 你知道看三年以后 这个蜘蛛 变成怎么样吗 那个蜘蛛啊 大如车轮 刚才讲莲花大如车轮 现在是蜘蛛大如车轮 看到最后那个蜘蛛跟车轮一样大 他来找他的师父 他说我已经跟你讲你已经学会了 就这么简单 斜射箭 你就是这样子 他说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你哪箭往那个蜘蛛射 就成了 他回去哪箭 看着那蜘蛛 哦 那个蜘蛛大如车轮啊 他一射 哇 真的射中蜘蛛的肚子 那个箭啊 有时候比那个蜘蛛还要粗的 但是既然能够把那么小的蜘蛛射下来 这就是精神钻衣啊 你钻衣一样下去就很深 能够得到他的巧妙之处 我以前斜腔是怎么斜的 斜腔啊 先把准心调 因为每个人个性通通不同 你这个腔也不同了 腔的调整你也不同 你的准心跟你的瞄准器 每个人习惯性不同 所以你先第一个瞄好一个点 然后第二次你再瞄这个点 你会产生差距 那么你把这个差距 准心往这边调 调到一样 这个就是你在调准心 每一支枪因为每个人看法不同 所以他的这个准心跟瞄准器 都会有那个不同的 当你拿久你自己调好的准心的时候 依照你的习惯这样射才会准 这是一个巧妙的地方 别人的枪你拿来用就不准 你用自己习惯用过的枪你就会准 因为你调过那个准心 这是一个要解 第二个要解 这个枪放出去的时候 一定是固定 不摇摆的 那我们瞄准心呢 是要瞄在那个圈圈 那个圈圈的底下 一点 因为你枪只要这样一按 它会往上 有一种力量会往上弹的 一弹上去刚好上面 面中准心 你在准心要瞄 是瞄准心底下 那么我在瞄的时候 是从底下开始 这样一直往上挤 往上挤 挤到这个底下的时候 再扣板机 一扣板机 这个枪稍微往上一扬 就刚好中到准心 它有结窍的 而且你在 这个枪啊 要拿得很稳 很稳固 像持枪这样子 拿得很稳固 另外还有一点 这个锁要伸直的 锁要伸直的 假如是 一般的这个M1的枪 是要跟这个皮带 要缓转 要扣紧 而且要平衡 要保持平衡的 这边是平衡的 这边是三角形的 支场 这样子做的 扣这个板机的时候 它还有邪问的 不是说 我要扣了 你想说我要扣了 就不准了 因为你要扣的时候 你心跳一定会加快 呼吸一定会紧张 你这个时候啊 枪会移动 会往上弹 你在扣的是 扣板机的时候是 不知不觉之中 扣的板机 也就是你 也就是你在心神贯注 不知不觉当中 你抠了板机 你的呼吸最平稳的时候 你的呼吸最平稳的时候 你抠了板机 这样子才会准的 这个都有它微妙的地方了 我现在讲了半天 好像变成军性教官了 哈哈哈哈 不是在说活法 其实这个跟活法有关的哦 哦 你不要以为说师尊这个是教你在杀生啊 不是的 我是在教你 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微妙的 你只要取得它微妙的地方啊 你就百花百种 百战百胜 你就能够得到成就 有平衡的学 平衡的道理 它有平衡的道理 有平衡的道理 有平衡的道理 有在弹起来的道理 这个一扣板机 它会弹起来 会往中心点射 你要摆在这个准心的底下 然后你在不知不觉 在呼吸平衡之中 甚至你不觉得你是在 你是成意式的扣板机 而不是故意去扣它的板机 你故意去扣它的板机 就不准了 就是在无意识之下 你扣的板机 就射中 真火密法 里面就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在里面 里面是宝藏 是真正的宝藏在里面 你仔细去看那个录影带 里面的东西完全就是一种精华 它是练过的 是千垂百练的 这个是一般法师所没有的 这个轰不要吹啊 否则我就要下台了 这个折法截知啊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精进截知啊 也是好像在练这个练射箭 就是一种精进截知 我在练画画也是一种精进截知 我在练画画 我经常去看画 站在面前就看那个画 一直看 看他的这个笔法 看他的这个神在哪里 这个东西的神在哪里 哪里有神 他点在哪里 这随便有时候我们拿一个东西啊 一个点上去啊 那个点啊 就有点出他的味道出来 随便一笔这样 一笔这样一勾 就把那个味道就勾出来了 这个神就在那里 所以你在精进的时候啊 你经常你既然学画 你就去看画 看那些画 那么自己手也要动 这个心也要到 心到意到手到 你画出来的东西 才会有神 学任何东西啊 不要马马虎虎 学佛法阿姨啊 你什么都到了 你一定有成就的 这个是精进截知 精进截知啊 就力行精进 很努力的去学习 另外那个喜劫之 另外那个喜劫之 第三个我谈喜劫之 一般解释喜劫之啊 就只是讲 你心里得到这么好的佛法 你心会生欢喜 你保持你这个欢喜 就是喜劫之 这个话是讲是很好讲 你对佛法当然认为说 哦 真的你看到佛法以后 你觉得 哎呀 这世界上还哪里